第2349集 看到这一幕 四名补天镜强者都脸色微变 叶辰二人施展而出的神通强悍无比 都蕴含着圆的气息 尤其是叶辰的旭月图天斩 更是可怕到了极点 让他们四人都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一时间 四名补天镜强者内心中 竟然浮现一个古怪的感觉 让他们都感到无比荒唐 他们似乎踢到了铁板了 雀跃图天斩 血幽济灭光 两道无上神通此刻相互辉映 竟然爆发出毁天灭地般的无上气势 转瞬之间 无尽鸿蒙之气涌现 大元气流转 两道无上神通与四名补天镜强者的攻击 碰撞在一起 摧枯拉朽 两大神通无法无天 简直无敌一般 瞬间便将四名补天镜强者的联手一击破碎 接着势如破竹地冲向四名强者 此刻四名强者的脸色都难看起来 他们从一开始就小觑了叶辰二人 认定一个圣祖镜 一个天神镜 根本不可能对他们造成威胁 但结果却是极其错误的 叶辰二人联手简直要破开天地 碾压诸天 撕裂万古 这伟力降临 让他们都感到毛骨悚然 尤其是叶辰 天神镜三层天 爆发出如此可怕的力量 简直让人感到惊悚 此刻四名强者才陡然明雾 大气运者并非遮天磨地 而是叶辰 这个简直不是人的存在 血月图天斩与血忧击灭光 陡然撞上四名强者 他们大意之下 根本做不出有效的抵挡 此刻直接被吴匹神通席卷 怒吼声从冲击中传来 而可怕的冲击波席卷四方 整个山脉都在震动 方圆百里都被吴匹的 狂暴冲击所席卷 崩塌 大山轻浮 长河断流 无穷凶兽哀嚎着化作虚无 一瞬间这里化作一片人间地狱 该死 此刻一声怒吼传出 四名补天镜中的老大 狼狈至极地从冲击中飞顿而出 他的身上伤痕累累 满是血迹 你们两个该死的老蚁 老大看着叶辰二人 眼中邪光凌然如同邪神附体一般目光勾魂射破 与此同时 其余三兄弟此刻也出现 全都狼狈至极 体内气息紊乱 脸色阴郁到了极点 他们四人被叶辰二人的神通所伤 伤势还不轻 这是无以伦比的屈辱 被两名境界低于他们的修士打成这样 若是传出去 他们的名声就丢尽了 我必杀你 老大死死地瞪着叶辰 眼中杀意伴随着邪气 仿佛要凝成实质 而在此刻 老二却目光闪动 邪气凛然地 看向一旁正在肚结的折天魔地 老二嘴角勾起一抹阴险的弧度 随即开口说道 大哥 三弟四弟 你们对付这两个小子 我去把那个威胁解决掉 老二用手在脖子上做了个手势 老大三人顿时露出诡异笑容 好 就让这两个蝼蚁看看 他们的同伴是如何陨落的 老大猖狂无比地大笑着 随即一掌轰向了叶辰二人 与此同时 老三和老四也悍然出手 狂暴的力量席卷 补天径的力量展露无遗 天穷炸裂 大地崩碎 这一次他们没有丝毫留守 一出手便是强悍神通 不给叶辰二人丝毫的机会 而老二此刻却化作一道流光 骤然向正在渡劫的 遮天磨地暴杀而去 看到这一幕 叶辰和君墨的脸色 不由地阴沉下来 真是无耻 叶辰忍不住怒喝 四名补天径联手 对付他和君墨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还要偷袭 正在渡劫的遮天磨地 简直无耻到极点 正是此刻 叶辰和君墨却也抽不开身呢 简直无法分心去关注 遮天磨地的情况 因为老大三人已经暴杀而来 黄泉明天爵 叶辰怒喝一声 体内黄泉水炼化 狂暴的黄泉钢气顿时涌现 如同要碾碎诸天万界一般 迎向老大三人 与此同时 君墨也是眼中精芒暴闪 张口怒吼 无穷血光在口中孕育 下一刻 一道冻裂诸天的狂暴冲击 轰鸣而出 两个蝼蚁 之前是我们大义 现在你们以为 还能抵挡得住我们吗 老大此刻冷笑起来 眼中邪光陡然爆发 他的眼中竟然浮现一尊邪气凛然 充满诡异气息的神像 神像一出现便骤然睁开双眼 两道邪气狂暴 毁天灭地的灰败神盲 从老大的眼中射出 顿时向着叶辰二人暴杀而来 同时老三和老四也各展神通 一道邪气森然的巨爪 一根从天而降 仿佛要刺破万古的晴天巨柱 袭杀而来 一瞬间 叶辰二人的退路都被堵死 面对老大三人狂暴无喜 邪气浓郁到极点的可怕神通 两人脸色凝重 却只能背睡一战 就凭你们也想杀我 做梦 叶辰冷笑一声 更金铁壁陡然飞出 佛光姐姐伴随着天龙八神音 化作最强守护 顿时将叶辰二人笼罩其中 与此同时 君墨也抛出一面血红至极 甚至还在滴血的诡异石头 石头在空中炸开 竟然让无尽空间坍塌 只见无尽碎裂的空间 竟然被石头爆发而出的力量积压 凝聚 在他与叶辰的身前 化作一面坚不可摧的无敌屏障 一瞬间 老大三人的神通席卷而来 撞破更金铁壁 撕裂佛框结界 摧毁诸天 碾碎还宇 震惊万古的可怕冲击席卷开来 毁天灭地般的冲击轰然扩散 无法无天的气息弥漫四野 狂暴无匹的冲击之中 夜尘陡然喷出了一口鲜血 整个人被浩瀚的伪力碾压 直接跌落在远处的山谷之中 而君墨在这样的攻势之下 也未能幸免 直接被毁灭般的力量席卷 整个人身躯崩裂 鲜血飞剑 撞向一旁的高山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 遮天魔帝正在闭目杜劫 而老二依然暴杀而至 老二手握长剑陡然刺出 可怕剑芒 伴随着无穷无尽的浩荡邪技 锋芒撕裂诸天 瞬间暴杀而至 突然 杜劫之中的遮天魔帝 陡然睁开双眼 眼中无尽森寒身后漫天魔气翻涌 一股可怕至极的力量翻腾而起 天穷之上的乌云陡然裂开 竟然化作无数星点消散 无尽的尾力 从遮天魔帝身上弥漫开来 千军一发之际 遮天魔帝竟然直接突破补天境 而且这补天境的气息 竟然远超这四个补天境一层天 看着暴杀而来的剑芒 遮天魔帝眼中森寒笼罩 下一刻 陡然两指伸出 狂暴的魔气汇聚成一只 遮天蔽日的巨大手掌 此刻手掌的双指 猛然将风锐剑芒夹住 紧接着 遮天魔帝嘴角勾起一抹 杀气凛然的弧度 手指一拧 这锋芒狂暴无匹的剑气 竟然直接被魔气剧长给夹断 剑气炸裂 狂暴的冲击席卷开来 遮天魔帝手掌一挥 无尽魔气暴杀而出 直接将冲击抹出 你们四个都该死 遮天魔帝此刻 看着盗飞而出的君墨二人 无尽微压笼罩四名补天境强者 陡然怒吓一声 煞意冲笑而起 烧 遮天魔帝心念一动 无尽魔气化作两团云朵 直接将叶辰二人接住 接着魔气不断席卷 将二人包裹 守护其中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遮天魔帝冷然地 看向四名补天境 遮天魔帝杜劫之时 对外界发生的一切都一清二楚 知道叶辰二人 为了守护他 硬汉四名补天境强者 这让他很是感动 此刻 毁天灭地的魔气 遮蔽诸天 直接让这无尽山脉 都陷入了极致黑暗之中 魔气翻涌 这里仿佛变成了一片魔域 遮天魔帝化身无上魔主 而另一边 四名补天境强者汇聚到一起 脸色阴沉地看着遮天魔帝 遮天魔帝突破补天境 爆发出来的力量竟然超越他们 这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 只是就算遮天魔帝的力量 比他们强悍 但他们可是四个人 遮天魔帝不过是一个人 就敢口出狂言 想要以一敌似 简直狂妄到了极点 你还真是猖狂 那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绝望 老大陡然怒吼一声 身上无尽邪气翻涌 竟然在身后 汇聚成一尊邪气森然 席卷诸天的可怕邪神虚影 其他三兄弟 也与老大一同出手 他们竟然施展了一样的神通 似到邪神虚影 生疼而起 狂暴的气势 简直毁天灭地 无法无天 四道邪神虚影 爆发而出的无尽邪气 瞬间将遮天魔地的 狂暴魔气所压制 黑暗笼罩的天穷被逼退 此刻天穷之上 三分之二是灰败的邪气 三分之一是魔气 邪气和魔气轰然碰撞 无尽冲击席卷开来 整个山脉都陷入了 无尽的恐慌之中 不知有多少凶兽疯狂逃窜 想要逃离往日的家园 因为这山脉之中闯入了几尊疯狂的杀人 此时此刻 这天魔地感受到四名补天镜强者的强悍力量 目光却平淡无比 甚至透露出一丝不屑 就这样了吗 这天魔地看着补天镜四兄弟冷然一笑 在他的身后无穷魔气翻涌 一道魔地虚影陡然浮现 狂暴的地微席卷 无敌的气势爆发 这一刻遮天魔地 仿佛无上主宰一般 虽然力量对抗上不如补天镜四兄弟联手 目光却如同俯视蝼蚁一般 不懈地看着他们 找死 此刻 补天镜四兄弟勃然大怒 老大眼中邪气爆发 陡然怒吓一声 不要给这家伙任何机会 直接将他碾压 让他知道触怒我们的后果